好多人喔 我不知道 是不是要進去然後大家卡在門口喔 是不是要進去可是有人卡在門口 其實我們後來沒有等很久就有停到車尾了 只是走上觀景台的時候真的超危險 因為觀景台上的階梯全部都結冰了 我有好幾次都差點滑倒 但其實也是真的蠻意外的 雖然我們本來就大概有猜到說 來看日出的人應該蠻多的 但沒想到會這麼多 觀景台上全部滿滿的都是人 我們真的是好不容易採集到中間 才拍到那個標誌型的巫靈牌子 雖然說沒看到日出真的是蠻可惜的 不過看到雪 應該也是另外一種運氣吧 超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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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白喔我的天 我的手超抖 我手整個抖要跑在 你還能拍嗎 你還能拍嗎 你還能拍照嗎 我手很抖 哈哈哈哈 沒拿到啊 你還能拍照嗎 喔 那邊還站了一坨人耶 太厲害了 超冷 這雪 超冷 沒拍的喔 超冷 哇靠 有人戴一個雪似浮山海 我們已經沒有那麼年輕了 超冷 要回去了 超冷 我剛把安全帽帶進去的時候 整個上面 要怎麼講 安全帽那一層都是硬的 直接結冰 超白癡 看警察真的辛苦了 剛才警察整個氣到賣了很多次展話 很好笑 看我的手真的 已經 沒知覺了 真的要趕快下山 我現在好像摸哪裡去暖都不太對 對 哇 哇靠 這種天氣還會有人來追焦照 太屌了吧 開始看得到藍田 超漂亮的 哇靠 超美 超漂亮 哈哈哈哈 超漂亮 看結果太陽 本來在下面才看得到啊 我的天 真是尷尬 我覺得像我剛才從上來的時候就一直在想說 為什麼他的警告標語會有 小心綿羊啊 太酷了吧 等下 新進食農產的綿羊會跑出來 太陽在那邊 哈哈 在下山的過程中 真的覺得很新奇 因為剛才在 上山的路上 真的是伸手不見五指 完全不知道旁邊有這麼漂亮的風景 而且能跟好朋友一起穿梭在這麼漂亮的風景之中 真的是特別開心 現在 吃早餐 很特別的蛋餅 對看起來像蚵仔煎醬 五鍋 橘醬 蛋餅 我是總會 然後 玉米跟 薯餅 然後都是加一樣的醬 對然後 我點了一個 很奇怪的咖啡紅茶 我不知道怎麼講 我現在在 巧克力工廠 可是冰淇淋人太多了 在 亂話 你要買嗎 你說巧克力嗎 現吃啊 這個天應該帶不懂 我對冰淇淋比較有興趣 是喔 你不會想要吃喔 一顆太貴了 真的蠻貴 對啊 可是這感覺很屌 是啦 生土是很誇張 怎麼感覺生土是排得比冰淇淋還誇張 欸我要大餅而已 好 單句要留著喔 好 謝謝 呃我要一個80%的 呃然後再一個 阿薩姆奶香 還有什麼口味呢 呃再一個 草莓貝禮絲 草莓貝禮絲 好 謝謝 這是巧克力喔 喔好 欸你看我有巧克力了 這個 這個 這個可以拍 OK OK 吃完冰了 我們現在要去 赤坎 對然後再往台中去 在騎車段的時候我跟老大真的是給予高度評價 首先路寬 而且又沒什麼車 再來重點就是幾乎沒有 測速照相 而且沒什麼紅綠燈 所以我們就是一直滴滴弄 然後就直接往赤坎頂去了 真的騎起來超爽 非常推薦你要從南投到台中的人可以從這段去騎 真的是不會後悔 好爽喔 那我的路 這邊超大 快不行了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再吃午餐 喔 可是我覺得我們三個看起來都快倒了 真的快倒了 真的很棒了 超累 喔 因為我覺得那個極地真的太傷了 喔對 那個真的太好 而且晚上騎真的 很 很需要精神 欸我覺得 剛才騎那個刺坎頂下來的時候 我知道為什麼新聞 第一個就是說什麼 喔什麼 什麼殘食 等等等等 對幹那個 那個它不是每一根都全部斷掉 超好笑 超扯的 可是它下來真的蠻危險的 它下來很多玩都超 超油的 好爽 上面這是鮪魚子醬嗎 中路 中路 喔喔是中路 喔喔喔 抱歉 我 我見識短牽 好啦最後一站啦 泡芙啦 好啦 我跟你講好啦會不會很直接吐出來 好啦爆漿啦 phon ao ver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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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gospel 很快 像來 海盜的牛奶 但是 多那13塊我覺得沒有很花 然後下次來我們就盲測原味跟北海盜生物 第一次來的時候 我全部都買了 巧克力跟牛奶 然後覺得15塊 這15塊這樣超滑的 是不是太高了吧 結果我直接去吃28塊了 還是點15塊就好 對 小扣分 哇那個天空泡漂亮的 你今年的第一天就這麼拼 是不是代表接下來這一年都要很拼啊 對